重庆市北贝区区委书记雷正复 淫乱视频丑闻持续发酵 并牵涉到薄熙来和王内军 28号爆料人朱瑞峰说 他受到人身安全威胁 手机被重庆等一些地方监听 他向北京警方报案后 北京公安局已向他保证提供安全保护 并将抓捕企图威胁或绑架他的人 这是否代表薄王的党羽将面临再一次的大清洗 接下来看看专家怎么说 人民监督网创办人朱瑞峰 在网络公开雷正复贪腐淫乱的视频 事发三天内雷就被重庆当局免职 并被中纪委立案调查 朱瑞峰说 11月初当他拿到举报人提供的视频 正进行查证期间 曾多次受到了雷正复及相关人士的阻挠和威胁 手机也被重庆地方监听 自从我发出这个报道以后 北京的一个开TV老板 已经立案 朱瑞峰说 北京市公安局领导 还有西城区分局领导 对他被威胁这个事情很重视 并把他的报案移交到北京公安分局刑侦部门立案侦查 并告诉他如果有危险 可以随时打电话 不管对方是哪个地方的官员 官职有多大 只要是对他进行恐吓威胁绑架 北京警方绝不会手软 据了解雷正复的淫乱视频是一位重庆建筑商因长期拿不到项目 而在07年将训练有数的美女送给高官当情人 并偷拍高官们的情色视频作为要挟 从而获得更多项目 09年雷正复被建筑商利用淫乱视频要挟时 就找到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承认错误 于是当时的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成立专案组 抓捕了建筑商和女主角 专案组还搜出了一批官员的淫乱视频 朱瑞峰表示 他手里有六名重庆官员的淫乱视频 其中一名官员在王博案案发后已下台 目前雷正复被免职 还有四位高官在位 他说自己选在20号发出雷的淫乱视频 是送给重庆新市委书记孙政才的一份厚礼 北京时政观察人士华坡表示 重庆乱局难解 这只是开始 孙政才入主重庆将面临重大挑战 我说主要就是重庆的国监法系统来说 薄熙来任用了大批私人 尤其是空监法系统 王立军从东北据说调入了上万名的警察 在关键岗位上全是他的亲信 所以呢 这些人呢 有些人还在关键的位置之上 雷正复呢 也是国王非常动用的人 宴兆门五年前就已经是被曝光过了 可是呢 他找了王立军之后呢 将那个秦复 还有这个主使那个开发商呢 都被王立军抓起来了 华坡指出 雷正复淫乱视频的曝光 引发了博王党羽的警觉 但朱瑞峰在被威胁时 却受到北京的保护 代表着孙政才入主重庆 博王的那些亲信将面临又一次的大清洗 孙政才到重庆肯定会对党政 尤其政法系统啊 清洗 我看新一轮的清洗可能从雷正复开始 这还会出现一轮的大清洗 困难肯定不少 首先呢 博锡来呢 在重庆呢 就搞了民粹 提出了分蛋糕 争取了大量的草根的民心 而且呢 大量清除了异解 安插了自己的私人 只要博锡来还在 他那些党羽心就不会死 所以他们为了自保 也不甘心会束手就擒 还会搞出一些事情来 朱瑞峰表示 他们自2006年开办人民监督网以来 已经监督了上百位 厅级以上的官员 对于各种威胁 恐吓 甚至黑社会绑架 都以习以为常 他们不会退缩 将继续调查手里的视频资料 如果属实将发布出来